霍宇浩参加魂师大赛意外获得第三只眼开启修罗之童 如今的霍宇浩因为获得强大的兵地武魂而被学院重视 龙神斗罗默恩还做出决定让霍宇浩双修 如此一来霍宇浩就成为了学院重点培养对象 在核心弟子考核中再次展现强大的实力被选入史莱克七怪 成为史莱克七怪的霍宇浩还被学院安排 参加五年一度的全大陆魂师大赛 原本这次霍宇浩等人是作为预备队参赛 甚至都不用真正上场战斗 但是在去参赛的途中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选手遭到邪魂师袭击 全部重伤 而作为预备队的霍宇浩等人只能硬着头皮接替正式队员参赛 然而在比赛中霍宇浩却展现出强悍的实力震惊众人 而在比赛的过程中还举办了一次拍卖会 大家都准备在这里买到一些稀有的魂导器和魂骨等装备 然而拍卖会上还出现了一件稀有宝物 霍宇浩使用精神力探测 却遭到反噬 差点就对霍宇浩的精神之海造成伤害 而这件宝物就是一柄猎榜克刀 是排在第99名的士林克刀 一柄猎榜克刀 对于魂导师来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就连史莱克学院也仅仅只有两柄猎榜克刀 但是这柄士林克刀却是一位邪魂师创造的 拥有极强的诅咒之力和邪念 所有拥有过这柄克刀的主人 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才导致这柄克刀排在99位 当这柄士林克刀出现后 全场竟无一人赶出架 他们可不想被这柄克刀害死 而此时 住在霍宇浩精神之海的伊莱克斯 发现其中的秘密 他有办法能去除其中的诅咒和邪面 让霍宇浩一定要买下这柄士林克刀 最终霍宇浩只用10万斤魂币 就顺利买下这柄克刀 所有人都认为霍宇浩太傻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柄克刀 是用极为珍贵的金属 生灵之金锻造而成的 在买下这柄克刀后 伊莱克斯去除了克刀上的邪面与诅咒 成为最纯净的生灵之金 开始不断地滋润霍宇浩的身体 可是让霍宇浩没想到 这柄克刀竟然直接刺入了 他眉心上方的额头中 渐渐与霍宇浩融合 在他的额头上竟然出现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被称为生灵之眼 为霍宇浩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精神之海 并且伊莱克斯也可以住在里面 不用再和天梦兵残抢地盘了 在霍宇浩获得这第三只眼后 为他带来极大的帮助 让霍宇浩在魂导师之路越走越远 后面这第三只眼还产生进化 成为命运之眼 被这只眼睛凝视后 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最终霍宇浩的第三只眼 和他的灵魔五魂一起进化 成为了修罗之童 拥有强大精神力和控制力 这一切不足的灵魔五魂 大精神力和浩获得 见证明倒落了一只小灵魔五道 大精神力和支柄